Hello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小甜甜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温暖人心的奇幻喜剧片《人生遥控器》 故事的男主角迈克尔是一名建筑师 但他为了升职只能拼命工作 答应了妻子和孩子一年一度的旅游也无法实现了 为此妻子和他大吵一架 而当迈克尔拿起桌上的遥控器准备打开电视时 却拿错了儿子遥控飞机的遥控器 遥控飞机狠狠地撞向他的头 气急败坏的迈克尔想起儿子说邻居家有万能遥控 便立马跑到超市准备买个万能遥控 来到超市后迈克尔因为太疲惫便躺在了超市的床上 转身看见有一家奇怪的商店 走进去后莫蒂科学博士接待了他 而莫蒂送给迈克尔一个万能遥控器 他拿着遥控器回到家后发现这个遥控器并不简单 不仅能打开家里的电视 还能够调小狗狗的叫声 加速遛狗的过程 屏蔽邻居的大嗓门 甚至瞬间帮狗狗解决生理需求 震惊的迈克尔带着遥控器再次找到莫蒂 原来这是一个可以操控时间的万能遥控器 能够暂停快进倒退时间 这可把迈克尔高兴坏了 快进躲过无聊的家庭聚会和妻子的唠叨 享受他喜欢的工作时间 甚至连夫妻生活都快进了 犯了错误就将时间退回去 遇到了困难就用时间快进来逃避 但迈克尔很好奇快进的这一段时间自己在干嘛 于是又找到了莫蒂 莫蒂告诉他遥控器具有自动控制的功能 迈克尔当时还是在场 只是没有了意识 自从有了遥控器后 迈克尔可谓是如鱼得水 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堵车了快进 老板压榨他的时候暂停欺负一下老板 在迈克尔解决一单生意向老板提出升职的时候 老板却又以下一单生意来要挟他 生气的迈克尔直接按下了快进键 快进到了一年后他升职的当天 回到家里想和妻子久违的亲热一下 却发现遥控器已经自动的帮他快进了 三秒就结束了 原来在这一年里 万能遥控器也有了更新 会根据使用者的习惯直接跳过或者是快进 这让迈克尔十分惶恐 立马想要砸烂或者扔掉这个遥控器 但是都无济于事 第二天 迈克尔的老板找到他 告诉他如果好好干 之后可以继承他CEO的位置 因为上次老板提到升职时 迈克尔按下了快进键 这次遥控器也自动帮迈克尔快进到了下一次升职的时间 再次睁开眼的迈克尔发现已经过去了十年 不仅成为了CEO 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大胖子 妻子已经和自己分开 找到了新的另一半 于是和他吵了起来 并按下了暂停键 而莫蒂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告诉迈克尔在家庭和工作之间 始终会选择工作 所以遥控器便记住 并按照他的习惯去执行 正巧妻子的狗狗扑倒了迈克尔 他一头撞在墙上 晕了过去 遥控器又直接帮他跳过了病痛 直到来到了六年后 原来撞了头的迈克尔到医院之后 查出了他有心脏病和癌症 一致就是六年 康复的迈克尔来到公司 发现儿子也成了著名的建筑师 然而迈克尔从儿子口中 得知自己的父亲不久前病逝了 迈克尔想利用倒退剑 回到最后一次见父亲的时候 那时父亲想尽办法 让他去参加家庭聚会 他却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 迈克尔不禁伤心欲绝 可是错过的就无法再挽回了 而这时迈克尔也终于知道了 莫蒂原来是死神 为了快点结束这痛苦的人生 他再次选择了快进 时间来到了儿子的婚礼 正当迈克尔和妻子跳着午时 心脏病发了 在醒来的时候 看见了儿子和儿媳妇守在病床边 而工作狂儿子为了工作 竟然取消了蜜月 为了让儿子明白家庭的重要性 迈克尔拔掉了呼吸机 在雨中追上了儿子 坦白了自己对家人的感情 毫无遗憾地死去 醒来的迈克尔发现 自己还是躺在超市的床上 难道刚刚的一切都只是个梦 迈克尔冲回家里 拥抱亲吻自己的家人 决定放下工作多陪陪家人 但一段时间后 迈克尔收到了遥控器和莫蒂的信 原来之前的一切都是真的 只是莫蒂被迈克尔最后的行为打动了 让他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最后迈克尔把遥控器扔进了垃圾桶 开始享受生活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